大家好,我是東英走強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分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的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直接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位於福岡旅遊超大景點太宰府天滿宮的星巴克 除了具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更是世界知名的建築師威延武所設計的 讓這家星巴克成為太宰府最知名的經典之一 太宰府是距離福岡市區只需要約30分鐘的車程 這家店就位於太宰府車站走路約5分鐘的商店街內 位置好到真的很難找不到 光是從店外看就充滿了特色 自然的素材將傳統跟現代融合 使用木組的方式 將雪松木條用對角的方式編織而成 讓空間有方向感跟流動感 這種設計方式也帶到了室內 總共使用了約2000根木條 大概是4公里的長度 從牆壁到天花板無處不在 支撐了整個建築物 除了木頭外這家店的基底色調和灰色 讓木條的淡色看起來更顯眼 真的讓你一看就知道是衛武所設計 星巴克本身的建築很細長 寬7.5公尺 廠約40公尺 室內的位置其實不是很多 所以當然上午拜訪太宰府的第一站比較好 否則人一多起來可能連室內都進不了了 店的底部小小的庭園 重了代表太宰府天滿宮的美術 大家可以到室外喝咖啡 天滿宮的表餐倒是前往天滿宮的一條商店街 也是知名觀光景點 一路上有很多小點心跟餐廳可以享用美食 喝碗咖啡、嘴饞的話可以在這邊覓食 天滿宮起源於西元919年 重建後的本店以及其他建築物 也都有幾百年的歷史 非常多中文化才可以欣賞 這裡光是新年的參拜 就有約200萬人拜訪 很有人氣 周邊的九州國立博物館有非常多的國寶 以海洋之路、亞洲之路為主題 帶你一路探索人內的眼鏡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觀看完 教師 你看完 成功